家里有孩子的妈妈们 一定不要错过这款酥脆可口的拇指瞬间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用饺子皮即可轻松搞定 搭配酱汁蘸着吃 酥脆可口味道鲜美 真的让人吃得挺不下嘴 今天我们用到的就是这种 在华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饺子皮 先在每片饺子皮之间 炸上一些面粉 再用擀面杖把皮的边缘擀薄一点 这样不仅包的时候容易一些 而且锁口的部分也不会因为太厚而影响口感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肉馅 葱 姜 花椒 最好用开水泡一会儿 这样香料出来的味道会更加浓郁 在调肉馅的时候 调料添加的顺序特别重要 水是必须首先添加的成分 只有等肉馅吸足了水分 才能添加其他调料 不然肉馅要么打不进去水 要么打水后又会出水 然后我们再根据调料的干湿成分 先加湿尿 再加干尿 搅拌到食材充分混合 最后加热食盐不仅是因为盐会阻碍水的吸收 而且它还有蒸稠的作用 加热食盐和植物油搅拌之后 肉馅就算打好了 先放冰箱冷藏20分钟 再把冷藏好的肉馅分装到一个小碗里 喜欢吃葱的朋友们 可以再加一点葱花搭配 不用搅拌 直接盖在肉上就好了 用这个饺子皮包包子 我们需要准备一碗清水 先把饺子皮边缘打湿 再加入适量肉馅 用两只手配合 把饺子皮折叠着往里收 就像这样 折子越多 出来的效果越好 因为饺子皮我们提前擀薄了一些 所以手口部分的皮不会太厚 吃起来也不会影响到口感 参照这样的包法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两只手搭配 一只手往里推 另一只手折叠 因为这个饺子皮相对于馅感的皮 是偏硬的 所以在塑形方面会更加容易一些 煎生煎包这一步 其实关键点就在于对火候的把握 你可以包好包子 再倒油 也可以倒了油 再放包子 同样 你可以等包子底部煎得金黄之后 再加入淀粉水 也可以在包好包子之后 不等加热 同时加入淀粉水 这两步的顺序 对成品的效果和口感 并不会产生影响 关键在于盖盖子闷的时候 保持小火 不仅可以让底部面皮受热均匀 也让包子有足够时间 在蒸汽回牛的时候 整个熟透 而不至于出现 上面没熟 底部已经快烧焦的状况 大概焖煎15分钟左右 把盖子打开之后 转中火烧一分钟 同时撒上黑芝麻和葱花 只要把握好了火后 每一只生煎包的底部都可以煎得金黄酥脆 这一份是先煎后加入淀粉水的包子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份同时放包子和淀粉水闷煎的生煎 从成品效果上看 肌肤完全没有差别 就这样 轻轻松松 一份简单又美味的拇指生煎就做好了 它小巧迷你又色泽又人 外皮酥脆 又味道鲜美 相信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无法拒绝这样一份美食 这样小巧精致的外形 一口一个刚刚好 如果你想味道层次更丰富一些 可以搭配一份蘸汁配着吃 包子上的开口正好可以把酱汁都灌进去 一口下去 香脆浓郁的口感 嚼在嘴里 真的是太过瘾了 喜欢的朋友们 赶紧去试试吧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与试剂 我们下期再见